只要今天我是101的董事長 我就會盡全力把101做好 台北101第一任董事長陳敏勳 漂亮的學歷 豐富的商業背景 高顏值被封為最美董事長 月薪50萬 但上任後績效不佳 虧損超過120億 幾乎是資本額一半 而歷任中交出101最輝煌成績的 是首位政界出身的董事長張雪順 觀光局會在101 招待第一批的俄羅斯的彩線團 原山飯店董作時期 就看好俄羅斯頂級客群 張雪順轉到101動作更積極 降低了陸客減少的衝擊 在競爭激烈的信譽區百貨 紅海殺出突圍 幻彩三變化的特別煙火 能夠驚豔世界 打造101雙跨年紀 世界最高的秘境花園景觀台 張雪順加入人文 藝術 時尚創意四元素 首次採用日本彩色煙火 贏得各界讚譽 在外牆點燈 歡迎裴洛西 聲援日本受世界矚目 2023年營收57.9億億元 年增26% 稅後盡力22.16億元 皆創下新高 還是不錯 但是就是很難有大腹提 突破 那這個可能是賈永捷要面對的挑戰 賈永捷的商場經歷是婚紗事業 台北101身為國家地標 兩者相比挑戰不小 因為過去不管是對公共事務也好 或者他對於募款的能力也好 甚至他對於台灣的熱情 我覺得他絕對是可以做出一個 非常不一樣的101的董事長 歷任董事長曾經有好有壞 張學順交棒22億的獲利 賈永捷能否超越外界拭目以待 三立新聞王全英雄 萬一台北策訪報導 感谢观看